谢谢 我们之间不用说这些 好 不用说 这东西往后贴身带着 贴身带着 为什么 这东西养人 带着好 苍修玄没多说 纵辰打开一看 里面是一个镯子 通体发黑 一眼就能看出 是个不简单的东西 这 宋辰往苍修玄那边推了推 不想收 苍修玄目光一闪 这是你的生辰礼 不收也要收 宋辰无奈 只能把东西收下 往后就不要拿下来了 欲是养人的东西 带上去就不要拿下来了 不然就白养了 你不要说 你今天是专程过来 帮我过生辰呢 宋辰心里知道 这句话不该问出来 最终却还是忍不住 问了出来 这话一出口 他自己心里 就有些奇怪的感觉 苍修玄却不多说什么 只是看着宋辰不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 苍修玄才说话 编程那件事 对我来说是因祸得福 再过半个月 皇帝诏书就会下来 往后一段时间 这里就会变成我的软禁地 吴赵 不得静静 事情这么严重吗 编程那边 就算是有失误 但最终也是把胡人铁骑打败了 为什么要软禁你 朝廷的事 就是这么变幻无常 有人抓住了我的把柄 自然是想要置我于死地 那你就甘心这样在这里待着 不甘心 却还是要在这里待着 其实苍修玄觉得现在正好 这个时候 在这里待着 是最好不过的 他暗地里的实力 从来没有显露出来 这对他来说 是个最好的底牌 正好这两年你会慢慢成长 而我就在这里 享受安逸的生活 未来几年 你若是能够安心地 在你的庄子上待着 自然是安逸的 可跟我扯上关系 未必会安逸 这几年正是他要扩张的时候 这个时候绝对不会是最安逸的时候 如果苍修玄不想惹麻烦 宋臣自然是可以跟他把关系划清的 与你扯上关系 如何不安宁 北关村不是我的尽头 他不会安逸留在这样一个小山村 我知道 往后你就是我的靠山 带着我发财 我是不是听错了 你还要我带着你发财 那不然呢 难不成我还要真的守着一个庄子过火 两人又走了会儿 苍修玄把他送了回去 早点休息 过两日带你去庄子上瞧瞧 按照你这边改了一下 挺舒服 把他送到家门口 苍修玄还帮他拢了拢披风 叮嘱了两句 宋臣点点头 把披风解下来 我还挺想去你的庄子上瞧瞧 我到家了 披风你戴着 路上风大 好 苍修玄笑着接过披风 进去吧 两人一个转身进门 一个月身上马